它是放在一起,怎麼辦呢? 等一下再來看,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2015年的 先把它下載下來 用功能就是資料裡面的傳web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個網址的話 我Google的網址是什麼 大樂透開獎號碼 大樂透開獎號碼 或者大樂透開獎號碼查詢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找一下 反正就找到這個 歷年來的大樂透開獎號碼查詢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會有 第一頁是從2015最新的一直到最舊的 它最舊的好像到42吧 42是到2004年的1月 所以其實總共有大概11年的歷史資料 所以你也可以統計一下 可能我要問你 歷年來大樂透哪個號碼開出的機率最高 請回答 如果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那表示你要做點功課 那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現在很多人每天都在算名牌 網路上我也遇到那種 看到我 因為我也沒有教過怎麼樣去統計 結果就網路上有人就直接就問我 你可不可以教他 怎麼樣算名牌 我說我沒有教這個 我主要是教Excel OK 那現在呢大數據的應用非常的夯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網路上的大量數據下載下來之後 得到一個結果 那個就是最珍貴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把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第二個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切割資料的問題 這個地方應該是變一個表格 可是它變成一個藍 我要把它切割 切割 這個時候遇到問題 怎麼樣把它切割出來 你總不可能說 我把這個地方 因為我這邊有幾個 總共有六個數字 那我就在這邊 1 2 3 4 5 6 這六個藍位 這六個藍位 那我比較笨的方法是 先把這上面的六藍 做和平列印 跨欄至中 跨欄至中之後的話 這個 然後呢 20 什麼 Ctrl C 貼上 然後再來什麼 25 Ctrl C 貼上 還貼上還貼不準 所以你會發現很麻煩 你還要再把它移過去 所以光這些號碼 如果你要用土法鏈鋼來做的話 應該是很 很頭痛的 那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有 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我們一樣 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類似長得像這樣 本來不是表格 變成表格 好 最快的方法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還是一樣 先把它刪掉 把這個刪掉一下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1 先把這些號碼全部選取起來 這些號碼 它的規則特別注意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一定是空白 豆點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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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白豆點 反正一定有空白就對了 那我可以利用空白把它切割 切割 切割 然後再留下我要的就可以 那第一步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這個範圍先選取 有數字的地方 2 資料裡面有個叫 資料剖析 特別需要利用它 資料 剛剛是從web 現在是資料剖析 這個還蠻好用的 怎麼切割 第一個 選它 資料剖析 第二個 請你選什麼 分格符號 那因為我分格符號裡面有空白 我就選擇下一步 記得喔 裡面請你選空格 因為這個中間的分格符號有空格 所以我就用空格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最後記得喔 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目標儲存在哪裡 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選 請你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備注的這個地方